哈喽大家好 这是BigSoulson大千 这个视频我们接着来聊 《巴比伦父王的秘密》这本书 上个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阿卡德他是怎么样成为巴比伦首富的 以及阿卡德总结出的七大致富秘籍 这个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卡德他给他儿子总结出了五大黄金法则 还有就是阿卡德的儿子 怎么利用这五大黄金法则 从穷困潦倒的状态下在东山再起的 那说阿卡德有一个儿子 那将来是准备继承阿卡德的财产 但是阿卡德的儿子还是个小屁孩一个 有什么本事也没有 然后这阿卡德也不是什么惯孩子家长 是不是有一天就跟他儿子 就把阿卡德儿子叫过来了 就说别以为你这样就可以继承我的财产 你得证明你有足够的能力和有足够的智慧 来经营好我的财产 我才能把财产给你 所以我想让你去外面闯一闯 用你自己的本事去创造财富 成为一个受尊敬的人 你得证明一下你有能力来继承我的财产 但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我是得让你有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我会给你两样东西 首先我会给你一袋金子 作为你的第一桶金 如果你能很好的利用这第一桶金的话 那它就是你未来财富的基础 那第二呢 我会给你一块泥板 这个泥板上刻的就是五大黄金法则 说如果你按照这个泥板上面刻的五大黄金法则做的话 它就会给你带来财富和安全 那从现在开始算十年之内 如果你能把我给你那袋金子十年之内翻倍带回来 那就证明你有能力继承我的财产 如果你办不到的话呢 那对不起了 你一分钱都继承不了 我会把我所有的财产捐出去 或者呢 给有能力继承我财产的人 加卡德儿子一听这老头玩真的这回是不是 那没招了 看来我只能证明给这老头看了 所以就拿着金子 夹着那块泥板就出发了 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就想在这个城市呢 赶紧赚一笔金子 赶紧回家继承财产去 那刚来到这个城市呢 就加入了一个卖骆驼的商队 在这里呢 认识了很多朋友 其中呢 就认识两个大忽悠 这俩大忽悠呢 有一个特别漂亮 特别俊美的一匹大白马 这俩大忽悠呢 就跟上卡德说 我这匹大白马 跑得跟闪电一下 搓下去撩没硬 没有任何马能比他跑得快 正好这个城市里边呢 有一个富翁 他说他有一批神鞠 而且特别嚣张的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匹马 能赢得了他这批神鞠 而且他敢下任何赌注 这俩大忽悠就说 这富翁这不等于 给我送钱花呢吗 是不是 他那匹破马 跑得还没有 没有大额快呢 咱这匹大匹马 千人一举就能赢他 所以呢 他就忽悠哈德儿子 就说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发财的机会啊 咱能把握住啊 咱一起凑钱 咱跟他赌一回大的 是不是 咱赢的钱 然后咱再分了 这阿卡德儿子一听 当时就心动了啊 就把他爸给的那一袋金子 大部分钱 都压到这个大白马身上了 结果呢 这大白马惨败啊 因为啥 因为这俩人是骗子 他跟他富商 他们都一会儿 就给阿卡德儿子设了个局 这阿卡德儿子 刚出来赌上江湖 这一下呢 就把他老子给了这第一桶金 说的快没有了 这就阿卡德儿子第一次 惨痛的经历啊 然后接下来呢 阿卡德又遇到一个富二代 这俩富二代凑一起 一拍即合呀 就说有这么伤人 他要去世了 但是他有一个店呢 今后就没法经营下去了 但是这个店里边 全是琳琅满目的商品 这个富二代呢 就建议阿卡德儿子 说咱把这个店 咱买下来 以后好好经营 他这些商品呢 咱肯定大赚 但是现在呢 这富二代手里面有钱 就说阿卡德 你先帮我店上 你先付 然后我回家 帮我爸要完以后 我再还给你 就这样阿卡德觉得 这店还不错啊 那行那我就先买吧 到时候他钱再给我 但是这富二代迟迟 他也不会要钱 而且好吃懒做 还灰金如土 店里面剩那些商品 迟迟也卖不出去 这阿卡德儿子发现 这富二代是个猪队友 于是呢 又便宜的 把这个店又卖给别人了 这下阿卡德儿子 两次投资失败 导致他这个 兜里的基因子 就马上就没有了 那我们通过阿卡德儿子 两次这个投资失败呢 我们再回想一下 我们上个视频分享 那个七大致富秘籍里面的 第四条 就什么 要守住你的资产 阿卡德儿子没有 守住自己的资产 那接下来的日子 阿卡德儿子过的 那是相当的凄惨了 兜里的银子也所剩无几了 但是呢 为了维持生计 他就到处找活干 身上的东西 能卖的全卖了 但是呢 这贫穷呢 还是一天一天在逼近 就在阿卡德走投无路 贫困潦倒的时候 他突然间想起来 他老爹还给他一块泥板呢 这泥板一直 他垫桌底下来 怎么一当回事啊 他记得泥板上面写着 好像是五大黄金法则 这阿卡德儿子 拿出泥板这么一读 他一下顿悟了 往往人呢 到了这种最低谷 才能真正看进去东西 才能真正的理解他的意思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 这刻在泥板上的五大黄金法则 它是什么啊 第一条对于那些把所得的十分之一 或更多的黄金存起来 为了自己和家庭的未来做打算的人 黄金将乐意进他家门 且快速增加 这是五大黄金法则的第一条 也是七大支付密集的第一条啊 可见这条的重要性啊 那书中就说 是不是把自己的收入存得越多越好呢 那并不是啊 因为我们毕竟也要吃饭 也要生活 也要各种开销 千万不要太勉强自己 但是最少要存收入的十分之一啊 因为存十分之一是对你的生活 一点影响都不会有的啊 而且书中反复强调啊 你就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存起来 不把你的收入都花光的话 神灵都会来帮你啊 帮你更容易去赚钱啊 还有呢 就是我们存钱的目的呢 是用钱来生钱 这样呢 你的财富呢 才会越来越多啊 五大黄金法则的第二条 对于那些懂得投资的人来说 他们懂得如何让黄金 实现其自身的价值 更好的为自己效力 并让他的数额 如同田野中的羊群那样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 要懂得怎么样投资才行 懂得怎么样去投资 才能让你的钱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但是切记 一定不要急于求成啊 我很理解大家的想法啊 我们都想一年之内就富起来 谁都想马上就过上这种灰金如土的日子啊 但是呢 这里面就暗藏杀鸡了啊 有很多人 专门利用人类这种欲望来赚钱的 在接下来的黄金法则里面啊 就有警示大家啊 五大黄金法则第三条 那些对黄金谨慎的人 能够听取他人忠告 进行投资 黄金就会流入他的钱袋 黄金呢 很喜欢去那些 很爱惜他 很会保护他的人手里啊 不喜欢去那些不爱护他 不珍惜他 不重视他那个人手里啊 这跟对待自己的爱人是一样的啊 你都不珍惜我 是吧 你都不懂我 你都不爱我 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啊 我一定会离开你 所以呢 我们对待金钱也是一样的啊 金钱它也是有生命 也是有灵性的 我们讲万物皆有灵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他 我们一定要爱护他才行 就是我们想想也明白这个道理啊 你都不爱钱 你怎么可能变成有钱人呢 你都不爱美 你都不爱打吧 你怎么可能变得漂亮呢 你都不爱打烂球 你怎么可能成为詹姆斯呢 但是这里面要注意了啊 你爱钱不是说你死抠的 一毛钱不拔啊 是指你要把钱用到正地方 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 说到这儿我想起个事啊 就是在前几天 我有一个挺好的朋友呢 就来东京来旅游来 我这朋友呢 说实话 他家里边条件还是不错的啊 有车有房 而且俩人结婚的俩人都挣钱 然后父母都有劳保 也不用他们操心 还会甚至给他俩钱 但是我这哥们他死抠死抠的啊 抠到什么程度啊 那来东京旅游 买的是最便宜的机票 住的是最便宜的酒店 当时坐那飞机好像叫做 就巴基斯坦航空 我那时候头一次听说 还有这种航空啊 听说就上机之前 好像等了三四个小时才登机 但其实这个酒店和飞机啊 我觉得都无所谓了 便宜点应该的 是不是 你来这旅游来 你就是来体验当地的文化 就吃着当地的美食来 看当地的景点来啊 你住哪儿 或者你怎么来都无所谓了 你再说东京他这个酒店 一般都是很干净的啊 但是我这哥们他这两口子 来东京啥也不吃 他吃了三天便利店的这个饭团和泡面 我一点都不夸张 他俩就买过一瓶化学水 而且呢 这瓶子呢 留着接这个东京的那个自来水啊 听说东京这个自来水可以喝 然后我还请了他俩吃了一顿拉面 上下日子全都是泡面加饭团了 我就觉得啊 你节省不浪费 这是好事啊 但是说你好不容易来东京旅游一次 你就要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 去一下这个有名人的旅游景点 你钱的花到这种地方呢 不叫做浪费了 反而体现了他的价值 所以呢 无大黄金法则的第三条 说的意思就是呢 对于投资理财来说 要多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要谨慎投资 但并不是说你要做一个守财奴 而是要充分发挥金钱的价值 这样呢 金钱也会愿意来找你啊 五大黄金法则的第四条 对那些将黄金投资在自己不熟知 或理财专家不赞同的行业 或用途上的人来说 黄金将会悄悄的从他的手中溜走 有很多人呢 都是看最近这个生意好了 那我就去做这个生意 看这个最近这个股票在涨 那我就投这个股票 对这个生意和对这个股票呢 一点都不了解 或者说就只了解个皮毛啊 用句俗话讲就是跟风嘛 是不是 我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啊 在这里面吃了很多亏啊 后来呢我自己也反省了很多啊 你都不了解这个东西 你就把你的金子就给这个人了 给这个东西了 你有没有想到金子的感受啊 那金子能愿意吗 你都不了解 你就把我给人家了 是不是 你最起码你研究一下啊 你最起码你重视一下 你重视一下我呀 是不是 就像你把孩子送到那个学校上学去了 你最起码你研究研究这学校 他好不好啊 他老师怎么样啊 他都什么样的孩子来这个学校上学啊 这学校靠不靠谱啊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道理啊 还有呢 这条里面有提到啊 说要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啊 你这时候有人就说了啊 现在这个市面上谁是专业人士 没法分辨啊 大忽悠太多了 这是确实啊 但是呢 我们如果刚接触这个行业的话 你不管他是不是大忽悠 肯定是比咱们强 因为咱是出来乍到 什么也不懂啊 大忽悠呢 咱也要问 多听多看多读多想 等这个时间长了呢 你自然就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啊 你自然就会分辨出啊 哪个是那个大忽悠 哪个是这大神 只是说你不要了解个皮毛 你上来就投 一切都凭感觉走 那是万万使不得的啊 你手里的那些钱呢 其实他都一直在盯着你啊 看你是不是认真研究过以后 才把我投出去的 所以说呢 这第四条呢 就是说你要认真研究 你要认真对待你的基因子 做到心中有数呢 你才可以进行投资啊 五大黄金法则的最后一条 对于那些将黄金用在无法获益的项目上 或者轻易采纳骗子具有诱惑力的建议 或毫无经验的进行不限时投资的人来说 黄金将会很快的离开他们 这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聊到那个啊 现在很多人都在利用人类这个贪欲来赚钱的 比如说有很多什么 你每天只要工作一小时 你只要做一个小时 你月入十万 月入百万的 赶紧买我的课程吧 还有说那些自动交易的 你只要把钱放里边 把系统烤入里边 你躺着睡觉都照样赚钱 示范是这种 告诉你 你不用努力 你不用吃苦 你啥也不用干就能赚钱的东西 你以后连看都不要看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金子他不可能去主动找一个傻子 就算你赚到钱的 那也是一时的啊 我们说你要想获得巨大的财富呢 你肯定是先从获得小钱来做起啊 要有一个寻讯渐进的过程 肯定会经历很多次失败啊 然后从这些失败中呢 你吸取教训呢 跟自己来一个促膝长谈呢 然后你再爬起来 你带着这些失败的经验 继续向前冲 你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告别了这个菜鸟的阶段 渐渐的进入这个终极玩家 这个时候呢 你会稍微赚到一些钱 你小心谨慎的 按照正确的生财之道 这样的一点点呢 你就会壮大起来啊 我们看看那些有名的企业家 或者投资家 哪有一个是啥也不会 啥也不懂的 什么都没有自己研究过 没有经历过失败就成功的 那是不可能的啊 就根本不符合天理啊 所以千万不要给那些骗子 有机可乘 咱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财富啊 一点点的耕耘 一点点的劳作 不要做那些一夜之间 就发财这种梦啊 好 纳卡德的儿子呢 按照他爸给的这个 五大黄金法则 从他拜光 他爸给的这第一袋金子呢 他就开始辛勤的工作 并把每次收入的十分之一呢 他都存起来 然后呢 他结识了一群 可靠的这个通资伙伴啊 跟这些真正懂得 怎么样利用自己的黄金 把自己的黄金发挥出 最大价值的人在一起 靠着这五大黄金法则 他赚了两大箱子金子 回到了阿卡德身边 并继承了阿卡德的所有财产 以上呢 就是阿卡德给他儿子总结的 五大黄金法则 那在最后呢 我想引用本书 特别触动我的一句话 来结束这期视频 我们每个人的欲望 都有神奇的力量 借助于这五大黄金法则 来指引这种神奇的力量 你一定会分享到 巴比伦的财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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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